好 继续来看到玉里镇林雅部落 一名曾姓老翁 17号下午是前往农田帮忙割道 但在晚餐间 家属却迟迟不见返家的人影 而隔天家属在社区的防训道 发现老翁机车 仍然没有见到老翁的身影 那么经过多方的人力搜查 在27号上午 由家属自行巡获到老翁遗体 这名曾姓老翁 17号的下午跟家人说 要出门帮忙割道 不料晚餐时间却没有回家 加上身上没有携带手机 没有办法定位 经过多方单位协助 始终没有发现老翁身影 终于在26号 老翁机车附近 发现老翁的安全帽 而在27号的上午 则是在安全帽500公尺的附近 也发现老翁倒卧草丛间 但是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终于在早上9点50分许 在发现安全帽 地点附近170公尺处 草丛中巡获真信失踪人遗体 为明显死亡多日 虽有遗憾 但也解决了家属多日的担忧 家属把遗体接回家 举行简单的哀悼仪式 希望适者安息 这名老翁已经失踪11天了 因为他的身上没有带手机 也增加了搜寻的难度 部落自主搜救队 终于在第11天找到 警方也将相咽遗体 来厘清他死亡原因 记者高双双 玉璃镇采访报道